就在我国嫦娥4号月被着陆之际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对其高新技术领域采取出口管制措施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号称美国高新技术支柱的硅谷却站了出来 反对这一政策 据了解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份清单显示 未来将会对包括人工智能技术 芯片在内高新技术领域进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这一消息是在美国高新技术领域 这一消息出来以后便引发广泛热议 有美国人推测 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 但是从一些前车之鉴上看 中国也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甚至在近期 美国结束该政策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一阶段之际 有许多来自硅谷的公司以及各领域专家学者 都对商务部传达下手轻一点的态度 且不说硅谷这帮人是出于什么目的 仅从目前中国各高新技术发展情况看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未必像前面美国人推测的那样 能达到预期效果 毕竟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了 现在中国不仅有了自己的航母 五代转机 在人工智能 因为导航 量子技术等高新技术上 都有令全球主目的成就 因此 很多来自硅谷的专家表示 技术封锁对于美国来说有必无力 故不自封只会越来越落后 毕竟美国也不是万能的国家 也是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的 此外 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研究员也指出 技术不分国解 没有哪个国家或个人 能对技术进行垄断 看来 此次硅谷是真的决定 站在该政策的对立面了 值得一提 中国的嫦娥四号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在此次 嫦娥四号成功登陆 月球背面后不久 就有美国人表示 中国嫦娥四号用实际行动 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 越封锁越超越 实际上 美国采取技术出口管制 日币也会对其本土公司 尤其是一些硅谷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生一定的影响 到时候 也许没有限制到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 聪明反被聪明误 反倒美国本土企业遭殃了 对此 另一名美国网友表示 等从月球上传回来的声音是中国话以后 美国就等着后悔吧 感谢观看